尊敬的诸位忍者大家好 大家请坐 我们继续来学习论语 请看子录第十三 第十四章 然子退朝 子曰何燕也 对曰有正 子曰其事也 如有正 虽不无以 无其语闻之 那么这一章 是孔子的弟子 冉球 也是冉友 跟他的老师的一个对话 这里头也很有味道 冉子退朝 那么 冉友 后面冉字加个子 这是对他的尊称 当时他是 鲁国大夫 济世的家臣 那我们知道济世 是在鲁国专权 把持朝政 基本上 国家大事 都经过他 才能决定 所以孔子对 济世专权 很不满 这是严重的 为理的行为 真叫军不军 臣不臣 国军 没有国军的地位了 臣子太霸道 那么 冉子退朝 根据 这个 东汉 郑康城 的注解 说呢 他实际上 不是从 鲁军那里 回来 他是呢 从济世家回来 那么 他到济世家 做家臣 从 他家回来 他自己以为 是在办公事 那 实际上呢 在济世家 只能叫 私朝 不是公朝 他是他家私事 公事应该到 鲁国国军 那个朝廷上面 去 谈论的 所以 孔子在这呢 实际上 也是叫话筒 那么 孔子见 然有 回来 比较晚 于是就问他 何 燕 这个 燕呢 就是晚的意思 你为什么 这么晚 才回来呢 燕 有 就回答 对于 有正 这个正是正事 他说 我呢 是因为办正事 所以 回来的 比较晚 结果 孔子呢 立刻 就抓住机会 来教训他了 子曰 其事也 你说这是正吗 不是正 只能叫是 根据刘氏正义 引郑康成的诸解 刘氏正义是 清儒 刘宝南 论语正义 他引的郑康成的诸解说 君之教令为正 臣之教令为是 所以正和是 这是不一样的 鲁国国君的那个教令 那才能叫做正 你这济世家 大夫的教令 那只能叫是 不能叫正 所以孔子 他就纠正他 你不要搞错概念 这一搞错 一字之差 是相差很远的 所以底下 孔子说了 如有正 虽不无以 无其语文之 那么当时孔子啊 年纪也比较老了 那么在鲁国呢 他是国老 他没有啊 去做大夫 但是呢 国君对他也是很尊重 因为他是圣贤嘛 名气也很大了 智慧又高 阅历又广 啊 所以 举国上下都尊重孔子 所以 虽不无以 就是 国君虽然没有啊 用我 啊 这个以啊 当做用字讲 但是呢 他说我呢 属于国家的老人呢 啊 还是会参与 听闻正事 那我没听到 有什么正事 那证明你这不是正事 你这是大夫家的家事 这是孔子啊 把这个正和事 辨别清楚 这叫做正名定分 我们讲 这个明不正 则言不顺 言不顺 则事不成 啊 事不成 则礼乐不兴 刑罚不重 明无所措守住 啊 这这个关系很重大 所以 要做一件 一件事情之前呢 首先呢 要证明 就像 这个 你说佛教 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老恩师啊 你看这几十年来 不断的为佛教证明 啊 明不正 则言不顺呢 他不是宗教 是教育 哎 这是真的 这近几百年来啊 啊 还没听过 有谁这样清楚的 给佛教下定义 这老恩师啊 这真正证明了 啊 过去嘛 人都知道 这是教育 现在嘛 都把它误认为宗教了 那这个得辨别清楚 啊 宗教是 宗奉 神明的 教育呢 是来学习宇宙人生真相的 啊 学习真理的 啊 佛法是师道 是教育 那么在教育当中 那我们知道了 老师弟大 啊 不是搞这个 盲目崇拜 啊 我们 老恩师给我们做视线的 啊 他出家以后 还继续跟随 李炳南老先生 学习 我们现在用 讲论语 就是用李炳南 老居士的 论语讲要 他是通儒通佛的 大德 啊 那我们恩师跟他老人家学习 也向他顶礼三伴 啊 绝对不会因为自己出了家了 啊 就高人一挡了 啊 这是师道 师里面老师弟大 这就是什么呢 用身教 啊 再加上用严教 哎 把佛教就定名了 这是崇尚教育 啊 那么只有把他当做教育 我们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如果你把他当做宗教 啊 用宗教的情感 去接受他 那很难成就 那种情感是情直啊 执着 佛法就是叫你断执着 所以 我们恩师啊 把这佛教一定名 很多人学 就入门就快了 包括我自己在内 啊 我自从接触 佛教 一直都在听老恩师的 经教 啊 这听了也都将近二十年了 哎 就是把这个当做 我们教育来学 啊 它是一门学问 啊 让我们的断烦恼 出三界 啊 成佛道 认识 圆满的认识宇宙人生真相 哎 这学起来啊 就不会有任何心理的障碍 嗯 所以 孔子非常 重视啊 正名的工作 在这论语 就在这一篇 啊 这个 前面呢 也有这么一章 第三章 子路问他 啊 卫君要请你为政 你要 你会怎么办 子路也说 先要正其名 嗯 那么我们再看 呃 雪公 就是雪卢老人啊 李炳南老先生 他的论语讲要里面 他引这个 竹氏 会谦 啊 这是一个日本人 啊 写的论语会谦 嗯 说呢 然子所义 实是国政 不是家事 啊 因为呢 他是济世仔 啊 济世呢 当然他 专权嘛 他义的 当然也是国政 国政 啊 不会是家事 啊 所以 然有呢 其实 这个也是 没说错 啊 只是呢 这个义国政的地点 不对 不应该在济世家里头 啊 应该呢 在 鲁军朝廷上 啊 所以有政 亦是拒失而对 所以啊 这燃有本身 他 他没有那种啊 大错误 嗯 但济世专于 鲁政啊 不应于 公朝 啊 这是错是错在谁呢 错在济世 但是孔子啊 他讲话呢 很厚道 这个明塞批评自己的弟子 然有 实际上 暗暗的就是批评济世 啊 批评他 见礼啊 啊 所以他 这个 这个 鲁政 鲁国的政事啊 他不易于 公朝 啊 在公 这个 这个啊 鲁国的 朝廷之上 而独于家臣 谋于私事 啊 在他自己家里面 去谋划 这 虽正义事也 啊 那孔子在这呢 实际上啊 就是在 批评 这种 唯理的行为 啊 这点我们也 应该学习 啊 讲话嘛 啊 点到即止 对自己的学生 就可以公开批评 啊 那么 对于这个 大夫 那只能是啊 啊 来 这个 点到即止 毕竟 关系不同 啊 如果讲得太明了 这就是 引起啊 对方的怨恨 啊 但是不讲呢 不讲 也不行 别人会以为 这样做就是对的 不知道这是 是为理的 啊 所以你看 孔子言语的 艺术 啊 这个 进退啊 有度 这都是我们懂 要学的 做人 就是做 啊 学着如何 进退 应对啊 如何 待人 处事 接物啊 能够 圆融 啊 圆融又不失方正 啊 不能说圆融了 我就不讲原则了 那不行 啊 孔子这又方正又圆融 啊 内方 外圆 心中 方正 正直 外面呢 处事很圆融 圣人 啊 那么像燃有这样的 他是圆融 有余 方正不足 啊 还有另外有些弟子呢 像子鹿 这是属于呢 方正有余 圆融不足 啊 子鹿 你看他最后死于非命 就是因为太刚直 这些都是什么呢 因为 这个 跟圣人 还是有这样的差距 啊 因此呢 就不能圆满 啊 所以我们学论语 啊 就从这个方方面面 去体会 圣人 要怎么做 自己要学习 那我们再看偶艺大师 对这一章 有一个注解 啊 这是偶艺大师四书节 里面的 论语典经 啊 他的注解很 精辟啊 严简 一概 证明呢 你看 这偶艺大师是 净土宗第九祖啊 啊 他来注解 论语 也说明了 学佛人 要以 儒和道 为基础 啊 大师 什么时候 注论语的呢 他四十九岁那年 大师活到五十七岁 就往生了 寿命并不长 啊 四十九岁 算是他的晚年 啊 很成熟了 他先注解了 阿弥陀经之后 在童年 啊 注这个 四书节 那阿弥陀经要节 我们都晓得 啊 啊 印光大师 欲为 古佛再来 为阿弥陀经 注解 也不能超过 其上 啊 所以偶艺大师 那个四十九岁那年 已经有古佛的水平了 他在注解 论语 换句话说 古佛 注解 论语 也超过不了 其上 那我们来 认真学习 啊 他是 贯通啊 如佛 就是也给我们做实现 啊 所以 现在 我自己跟着 老人师学习 啊 这四书是老人师让我讲的 啊 他让我讲 当然就是让我深入学习 在这先打基础 没有基础 一下想入大乘佛法 这 很难啊 很难成就 那我们看 偶艺姐 卓武 曰 一字不肯 假借 如此 这是引用啊 李卓武先生的话 李卓武 是明朝 一位大书 啊 他有一本 四书评 啊 这本书 那么偶艺大师 引李卓武先生的 这个 很多 他这里讲 一字不肯 假借 这个一字 就是指 一个正字 一个式字 啊 然有说啊 他是在啊 呃 为正 去济世家呢 谈的是正式 正 孔子说 这不是正 这是是 正应该是啊 在公堂 这个公朝之上 你这个在 济世家 私下里谈的 只能叫是 这一字不肯 假借啊 证明他这个 原则性 极高 啊 这讲求原则 这叫戒律 如 佛 都讲求 规矩 啊 讲求原则 如 重视 理 只能一字 要是错了 这就为理了 啊 一般人对这个就不在乎了 哎呀 小小的算了吧 不行 啊 你看圣人 连小小的这个理 都不能错 那佛家讲戒律 也是一样 啊 不能说哎呀 大戒不犯就行了 小小戒就算了 不行 你要问佛 佛也是一字不肯假戒 啊 一点细微的都不能放过 圣人是怎么成的 就是从细微处成就的 啊 如果细微的都在忽略 说老实话 那个大理 大戒 也很难守得住 这肯定 所以为什么我们老人是现在啊 这么强调 我们扎根 你学理 学儒也好 学道也好 学佛也好 都得扎根 啊 儒是到三个根 儒的根是弟子规 啊 弟子规是小小小小的戒 很小的礼节啊 同盟就得学的了 可是我们现在大人都未必做得到 见到人不知道如何行礼 不知道如何讲话 不知道怎么进退 应对 咱们学习圣行教育 首先得把这礼要学懂 不学这个礼 无以利啊 孔子讲的 就是你在社会上立不起来 人家不会看得起你 你这基本做人都不懂 怎么可能看得起你呢 当然是啊 无以利了 所以我们与其是抱怨别人啊 好像看不起我 不尊重我 那君子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啊 想想肯定是自己有问题 怎么能抱怨外面的境界 外面的境界都没有错 错的是自己 佛法里讲的就清楚啊 外面境界全是心现实变的 你心变出来的 静由心造 静随心转 你是什么心 就自然感召什么样的境界 你见到的什么人 那都是你的境界啊 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都在内 欧义大师 这个宏义大师啊 他在晚清集里面就讲到 愚人除静不出心 智人除心不出境 愚人是什么呢 没有智慧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呢 老在那个境界上 去挑剔 这个人对我不好了 这个环境不适合我了 他挑的是环境的毛病 他没有挑自己心的毛病 不知道静由心造 这是愚人 智人呢 智慧的人呢 他除心不除境 他只在自己心地上下功夫 知道外面境界 有不圆满的地方 肯定是我心里面有欠缺 我德行不够 德为修 感为智也 你没有好的感应啊 那是因为德不够 你能这样想 这是智慧 所以反过头来 好好的在跟上下功夫 扎梗 先学弟子规 把弟子规做到了 弟子规做到之后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应呢 一切人跟你相处 都会生欢喜心 都觉得你 这个人有礼貌 通达人情 大家喜欢跟你交往 对你就敬佩 这是你学弟子规的效应 所以检查自己 有没有做到 就看 刚看自己 有时候看不清 是吧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愿身在此山中 那你怎么看呢 通过外面的环境来看自己 外面环境是像镜子一样 镜子照自己 照得很清楚 你自己看看不到自己 你能看到你自己 这个鼻子上有什么吗 你还得看镜子 对照镜子 你看到鼻子上有 是有个黑点 还是没有 那我们照着镜子 看得鼻子上有黑点 不能埋怨那个镜子不好 哪是镜子不好呢 自己鼻子上有黑点呢 你就把这黑点擦掉就完了 你埋怨他有啥用呢 你埋怨他 你看到对方也在埋怨你啊 这镜子照镜子不就是 你对他怎么样 他也对你怎么样吗 所以反观那些 外面境界是用来照镜子的 这是古德讲的 以人为敬啊 可以知得失 谁的得失啊 我自己的得失 那你得从人 别人对我什么反应的态度上 来了解自己的得失啊 你不能埋怨他对我不好 他对我不好 正是反映了我自己的问题 我要感谢他 这是我的好老师啊 这学弟子规这样学的有效用 我过去也净犯着毛病 常人嘛 都喜欢呢 把责任推给对方 一有什么这个冲突了 马上说别人错 现在学了圣贤之教啊 慢慢就懂了 其实别人就是没有错 只是自己错 如果还要埋怨别人 那是错上加错 这学弟子规 紧接着你 弟子规落实了 你就要再落实感应篇 感应篇是讲英国 道家的梗 又提升一步 第二层了 明了英国 你要知道 凡是言语造作 起心动念 必有英国 一个念头都有英国呀 所以念头不能随便打 你对照一下 太上感应篇一看 哎呦 这将近二百条 都是戒律啊 戒什么呢 戒心的 弟子规是帮你修身的 感应篇帮你修心的 大学里讲的诚意正心 然后才懂修身的 诚意正心 最好的教材 就是台上感应篇 天天改 我们这协会这里 有那个三个根的功过格啊 我们拿回去 就在这个功过格上 对照 每天呢 细细的读 一条一条的简点 我哪一条 做的不够 犯了 打个场 第二天不能再让他打场 要改 一周 这个做一页 他那个功过格是 一周回单位 七天 七天之后做个小节 我这七天当中 饭哪条是最多的 你知道那是最重的毛病 在哪里 从这个最重的毛病上来改 先从重的 吸气下手 就好像是生病了 全身都是病 你先治哪一个 肯定是先治最重的那个 那个会要命的先治 那么敢一天真正这样 用功来学 三个月 你那个校验就很显著 会出现什么校验呢 第一个 你感觉到 你这个念头 关照力明显增强 这念头一起 你就能知道 过去是浑浑顿顿的 一天到晚都不知道自己想什么 就像做梦一样 现在呢 很清楚了 头脑很清晰 念头一动 立刻觉察 一觉察 你就能判断出 这个是好的念头 还是坏的念头 符不符合感应片 如果不符合 要立即放下 功夫用久了 你会感觉到 业障消除 业障消除有几个表现 第一个 你身体明显好转 原来的身体 多病 体力比较弱 不能耐劳 现在呢 能耐劳了 体力增强 精神好了 这个头脑清醒了 这些都是啊 明显好转的表现 第二个呢 你感觉到呢 这个做什么事都很顺 过去好像总是有很多障碍 现在障碍都好像自然而没有了 另外你的做的梦 不会有噩梦 那都是美梦 这个做完梦起来 还甜丝丝的 挺好的 这一觉睡得特别的安宁 一起来的精神就非常的充足 充沛 这都是啊 好的笑颜 业障重的人 正好相反 感觉做什么事都不顺 人家都来障碍我 我对人家好 别人都对我不好 身体呢 常常有毛病 严重的 身上还有那种不好闻的味道 做的梦呢 也是啊 噩梦多 这都是业障深重的表现 这了凡思绪里面就讲了很多 大家看一看 这也是对照啊 从果上对照 如果有这些 那立刻得振作 赶紧啊 努力去扎根改过 你弟子归感应片都落实了 然后你修实善业道啊 顺理成长 很容易做到 十条 刚要嘛 展开来就是弟子归和感应片 那么十善业道 最重要的是 心地 纯净 纯善 不容毫分 不善 见杂 就修这个功夫 这念头啊 都是 全是存善 或者就是存净 存净是不起念头 有事来了 你念头一动 全是善 没有恶 你看 于静一功 遇到赵神之后 发心改过 那真干 就三年时间 他就达到这个境界 什么境界 静则一念不生 动则万善相随 人家干了三年 这三个根 真的都圆满了 落实 那他能做到 我们也能做到 有什么不能 只要自己 真肯干 世上无难事啊 只怕有心人 你有这个心 要真正落实 你也能三年 落实 然后三个根 扎好了 你再选择 一门深入 常识 熏修 你就成就了 为什么 你戒律 已经有基础了 这些都是根本戒 儒家讲的根本的理 根本的戒 都在这三个根 剩下的 你就是好学就行 好学也是重要 孔子曾经讲过 时事之意 必有忠信如丘者 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为什么能成圣人呢 第一个他要有根 德行的根 第二个他是好学 好学就是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根在哪呢 孔子用忠信 来代表 他说时事之意 这十个 这个这个 十户人家 所在的社区 意就是 小县城吧 比县城还要小 就是社区了 这十户人家里头 肯定能找到 在德行上 跟孔子一样的人 这德行是指 这个 忠信 孝替忠信 离义连持 这都属于根 能找到能够有孔子 那么稳固的 根的人 那个是 两千五百年前了 孔子那个年代 现在呢 恐怕找不到了 现在不要说 时事之意 我看万事之意 也不容易找 那我们现在呢 就得先扎根 扎什么根呢 忠信之根 你要做到 忠信如丘者 丘是孔子的名字 你这个德行根 跟孔子的根 是一样的了 那你就能够 有可能成为 像孔子一样的圣人 那光有根还不行 还得好学 光有根 不如孔子之好学 也不能成为孔子 那个好学是什么呢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这常识至少十年 在一部经 上面下功夫 在一部经上开悟了 你才广许多文 这都属于好学的内容 好学先是一门 一门通了 然后法门无量试验学 那你就能够成就圣人了 在佛法里的圣人就是佛 佛道无上试验成 那佛道怎么成啊 你首先要发愿 愿度一切众生 众生无边试愿度 然后你一门深入 你先扎根 再一门深入 那是帮你断烦恼 烦恼无尽试验断 断了烦恼之后 你就你开悟了 你才法门无量试验学 那叫圣人无常试啊 到处都是学习 然后就是佛道无上试验成 你看四红试验 这是循序见经 所以这个孔子 他从这个跟燃有的对话里面就能看出 孔子对这个小小的利益都做到一丝不苟 这给我们显示啊 很深的意义 你要学圣学弦 就得从这小小节开始 好 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五章 定公问 一言而可以兴邦 有诛 孔子对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机也 人之言曰 唯君难 唯臣不易 如之唯君之难也 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 曰 一言而丧邦有诛 孔子对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机也 人之言曰 于无乐乎为君 为其言而莫语为也 如其善而莫知为也 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知为也 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这一段呢比较长一点 这个定公就是鲁定公 鲁国的国君 那么常常向孔子请教问题 在这里呢 他来请教 他问的是一个成语 一言而言而言而可以兴邦这是一句古成语 那么鲁定公呢就有点怀疑 这一句话就能够有这么大的功用吗 可以兴邦 所以他来问 有诛 这个诛啊 就是知语的和音 有知语 就是有这个道理吗 有这么大的功用吗 就这意思 孔子对曰 孔子就回答鲁定公了 言不可以若是 其基业 那么这个言就是话 这讲话呀 就是这一句成语 所说的 一言可以兴邦 这一句话就能够兴邦 那恐怕还不能够这样说 因为一句话就能把国家兴起来 大概不能这样做 可是呢 其基业 这个基业当禁字讲 就是禁字了 就是虽然我们不能说 一言可以兴邦 但是呢 你要说一句有用的话 有道理的话 那是可以呀 跟兴邦接近 这孔子说的也很客观 那底下呢 他举了一个例子 人之言远 人呢 就是举这么一个人 不定哪个人 那么这有人说 为君难 为臣不易 这就为君 这就是呢 指 做国君 做国君嘛 你当然得要 办理国家大事 这是很难做到的 就是很难为呀 为臣也不易 这为臣也是 参与办理国家大事 也不容易 那么这是一句话 有人说过这么话 这么一句话 那底下说 如之为君之难也 如果 这个为君者 这个领导人 身之为君之难 这个 做领导是很不容易做 他知道这个事呢 他就会很慎重 会一丝不口 那么这一句话 对他就管用了 这等于提醒他 知道啊 这个既然很不容易做 那我真的得要全富心力 一丝不苟的来做好 这不几乎一言而心帮扶 这不就等于 说了这句话 为君难 为臣不易 这句话呀 就等于一言 接近于兴邦了吗 这当国君的真懂得 要慎重了 那国家也就能兴起来了 这举这么的例子来说 这都是在劝了 鲁定公啊 你看 孔子 善教 别人一问他 他马上就 抓住 机会教育 教导鲁定公 而且教的很有艺术性 都在提醒他 因为孔子对鲁定公来讲 鲁定公是君啊 他是臣啊 所以他对鲁定公讲话的方式 不能像对燃友那个方式 不能像对弟子一样 大家说得很委婉 那么下面的定公又问了 一言而丧邦有诛 这是反过来了 讲一句话就能够啊 让一个国家灭亡 有这个道理吗 孔子回答的意思呢 也是相同的 孔子对于言不可以若是 就不能这样说 但是呢 其机也 这也就能接近了 底下又举例说 人之言曰 于 无乐乎为君 为其言而 莫语为也 这是有这么一个人 讲这一句话 这个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啊 就于就是我 啊 这个 无乐乎 为君 为其言而莫语为也 啊 就是我这个唯一的乐趣 在于哪呢 就在于 别人 听我讲话 都不敢违背 啊 莫语为 就是不敢违背我 啊 为其言就是我的话 啊 大家对我的话是 唯令是从 不敢违抗 啊 所以这使我觉得当国君很有乐趣 如果有人说这个话 那孔子举的例子 啊 那么会是如何呢 孔子下面就开 就加以辨别了 如其善而莫语为也 不亦善乎 啊 就是 别人都不敢违背我的话嘛 那我的话如果是善 啊 这个旗就是我的话 国君的话 国君的话如果是善的话 啊 是正确的话 那当然 别人不敢违背 违背啊 莫之为 别人不敢违背呢 这当然是善的 啊 不亦善乎 嗯 那反过来 如不善而莫之为也 如果我讲的话是不善的 别人也不敢违背 啊 啊 那不几乎一言而善邦乎 那这个结果啊 可能就会啊 要亡国了 很多的那种啊 暴君 刚辟自用的君主 别人都不敢违背他 最后他就是亡国了 所以这是呢 孔子举出 这么一个例子啊 说明 一言而丧邦 啊 这个话 虽然不是说 就这一句话就能把国家灭掉 但是呢 也接近 那么讲这话呢 都是提醒 鲁定公 啊 作为一个国君 作为一个领导人 要知其难啊 知道为正之难 所以要用敬慎的心 来对待自己的工作 而且呢 要去交纳见了 不能交慢啊 不能自以为是啊 啊 要懂得采纳别人的意见 啊 这当然不光是为正者 任何一个人都如此 纳见者有福啊 如果一个人不肯纳见 不肯听从别人的建议 啊 别人给你建议 你就拒绝 人家给你讲一次 你拒绝了 别人不会再跟你讲第二次了 那你就失去了 改过自信的机会了 你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误了 啊 所以自己的恶是越积越多 而不自知 啊 积小恶为大恶 恶不积 不足以败身 到了自己身败名裂 的时候 那后悔都来不及了 所以啊 我们老人是常常提醒我们 这个年轻人啊 不能够啊 太早冒头 啊 太早 就就出名了 不是好事 为什么呢 你出了名 人家不敢跟你说真话了 见到你有毛病也就不敢说了 真的 啊 那就很危险了 你想想 人 非圣贤 熟能无过 肯定有过失 可能你比别人稍微好一点 别人把你推出来了 推出来之后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真了不起了 啊 觉得好像都 别人都不如我 木空一切了 那就是堕落 啊 焦慢的心 一起来 立刻堕落 所以孔子讲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使交起令 其余则不足观也已 啊 周公是孔子最佩服的人 圣人啊 你有像周公那样的才美 才华 可是你要是骄傲 要是吝啬 这就不用再看了 啊 一定会啊 失败 自古以来这种人太多了 啊 当然周公这样的人 他绝对不会啊 骄傲 你看 记载中说 周公是一目三卧法 一饭三兔腐 他在 他在洗洗澡 洗头的时候 有人来找他 头还没洗完 把这个头发一卷 立刻出去见课 毫不怠慢 啊 见完课之后 回来继续洗法 洗完法之后 还没洗完 又来了客人 又把法一卷又出去 三次如是啊 叫一目 一次沐浴 三卧法 你看人家 一点傲慢心都没有 吃饭呢 一次吃饭 见到有人来跟他讲话 立刻把嘴里的饭吐出来 跟人家 就 说话 接待人 啊 说完了之后 饭还没吃完 继续吃 又有人来了 又吐出来 一饭三兔腐 周公啊 这圣人 你看那种谦德 所以啊 谦受益满造神 为什么我们会障碍这么多 为什么我们事事不如意 自己真的得反省 啊 这个月亮啊 到了迎月的时候 他都得亏呀 一个月只有一天是满月的 不能老满月 啊 谁赢了 他得他得溢出来 啊 天地鬼神也都记恨那些 骄傲自大的人 那人也更 更是讨厌那些骄傲自大的人 所以真的 要去骄傲那见 现在我真的是 越来越感觉到 有人给我们提出批评意见 自己是最大的福报 啊 所以请大家多给我批评 啊 哪怕是啊 这个 这个狠狠的批评 指责 我都欢喜接受 我妈就是 对我 经常狠狠批评 哎 我是比较习惯于 被狠狠批评的 从小到大 啊 基本上跟妈妈在一起 啊 差不多一两天 就被狠批一顿 啊 所以呢 非常习惯 现在有点不习惯了 妈妈不在旁边了 啊 没人狠狠批评我了 大概也或许都毛病兮兮 自己都见不到 我妈就常常提醒我呀 那世上有人狠狠批评你的 那是你真的得感谢 那是你的老师 你说这世上 有谁肯跟你狠狠批评 啊 除了父母以外 就是你 你的老师会这么做 啊 那个老师还真正爱护你的老师 他才这么做 啊 一般人 他不敢这么做 怕得罪你了 你会记恨在心呢 何苦来呢 犯不上跟你结怨呢 你会记恨在心呢